两军处练 是 向左 转 跑步 走 同志们 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出来吧 咱们 捞什么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军局特战大队 副大队长 李铁同志 也是这次作战当中 打败我们的人 同志们 李铁同志 特种作战经验丰富 训练有法 经旅单位请示军局批准 李铁同志 从现在开始 借调到我们山地旅工作一段时间 他来帮助我们进行训练改革 就是帮我们探寻出来一条 实训 实练 实战的新路子 同志们 我想在这里问大家 你们下面所有的人 在接到这个作战任务的时候 有谁 是认为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环国式军事演习 给我举手 我再认为 我们下一个 一条尽力 和晋升 一条尽力 和晋升 一条尽力 一条尽力 一个颇 两条尽力 作丽头的头尽力 一些 一个 一个 一条尽力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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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震惊啊 同志们 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当我们第一时间 接受到战斗警报的时候 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相接 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我们是一支军队 是替党 替国家 替老百姓 守平安的一支军队 可是这样的一支军队 心里来没有战争能给 这是一支什么军队 不相信战争 怀疑战争 甚至你们在心里上否定战争 小军连长们 作为我们一个一线的指挥员 他从接到这个战斗任务 就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于是他就认为 在演习当中不可能 把吕指挥部当成袭击的目标 那么结果是什么 我这个吕长 在作战室里面成了夫妮 我的作战室成了别人的作战室 我首先要告诉你们 山地旅内部的那个内奸 那个特务 就是我 你们不要赶到世界 你们心里会问 你是不是有病 把山地旅整个就这么轻易地给出卖了 而且卖得如此的廉价 卖给了十几个小猫贼 对 就是小猫贼 这几天把我们弄得鸡飞狗跳 最终 全军亏败 丢了脸面 我承认我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应该讲是病入了高方 这个病的名字叫和平 同志们 这么长的时间吗 东县无战事 西县无战事 南县 北县 中县 都无战事 和平力 在我们军人身上 变成了毒瘤 这就是可怕的现实 就是现在 不是也年年拿起来吗 但是藤志们 这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是一直让党 让国家 让我们的老百姓 每天都能睡安稳觉的军队了吗 好 世事留余地 上阵不舍身 出勤不尽力 二十四小时里面没有战争的意识 面对未来是战争 我们怎么答应 我们连一群小猫子都打不过 这就叫和平力 和平力 是我们现代军人 每个人身上的毒瘤 如果不摘掉它 我们对不起呢 对不起国家 也对不起 养活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必须大胆地改革 走实打 实干 实战之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 C战区山地铃命令 根据旅党卫决定 并上报军区批准 在山地里 依托侦察连组建一支 不少于三十人的小分队 以探寻实战训练的方式方法 标准 制度 为部队实战化训练 改革 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一 一 小分队名称 小豹队 二 小分队人员 建于小分队训练的实验性 将实行一套全新的训练大纲 全部人员从二零一五年度 新兵中择优录取 三 小分队装备 使用目前山地里 现有最好装备 包括最先进的单兵数字系统 四 小分队领导班子 人命 侦察连连长萧军 到 兼任小包队队长 是 侦察连代理指导员林雨卿 到 兼任小包队指导员 是 特种大队副大队长李铁 到 任训练总教员 是 侦察连士官长黄大鹏 到 兼任小包队士官长 是 三位 侦察连 下一个 专士奇 出关呢 他不想报名 这次报名的可就是 各营连的行进尖子 你行不行啊 你是玩枪的 我是玩无人机的 你是武装侦察 我是技术侦察 请你先搞清楚两个技术专业好不好 好好好 大家都安静一下 今天 我代表总教员 向大家传达三点 第一 只有大学生执招士官 和新兵可以报考小包队 第二 小包队成立以后 用的是特种大队的训练大纲 他的训练 极其地残酷 你们只有付出了一切代价 乃至于生命 才有可能成功 大家听好了 我说的是有可能 第三 小包队实行的是选训制 如果有人坚持不住了 随时可以打报告离开 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报告 师官长 小包队训练真的那么苦吗 不苦 是残酷 那可不可以不报名啊 可以啊 资源报名 没有人强迫你 但你要离开侦察里 为什么 是吗 因为小包队组建以后 要编制在侦察连 编制有限 没有通过预选的新兵 和没有报名的新兵 要离开这里 给他们腾编制 什么 大家谁还有一万 没有了 好 欢迎你们来到地狱 继续帮名 酷水 小包队可不分什么专业 赶紧回去吧 别 要你管 万一我要是考过了吗 万一 你一万个考不上 小楼 你有没有听说 总教员要住在咱们连 这些 好像是行李总拿来了 真的 老板 周老师 来来来来 我的水 你的砖用水 这是怎么了 倒霉 本来在侦察连就够折磨人了 现在好 石头凤柳钻着个总教员 还带什么特别小分队 要照这么火 我不得离开侦察连啊 侦察连那鬼地方 累死个活人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你不懂 我不能离开侦察连 这关系到我下半辈子 朱大少啊 你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几个意思 一个意思 哪有钱办不了的事啊 对啊 余政委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对了 干嘛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我本来吧 以为这是真的战争 真的能抓到匪徒 没想到市场演习 匪徒都是那帮特大的人办的 你说我扫兴不扫兴 我现在啊 就想着怎么才能回到生产连 你管的是演习还是实战呢 你现在在侦察连混得是风生水起啊 所有人都看好你 你这个时候要回生产连 韦朱全 你觉得合适吗 这关系到我的人生了 我必须得回去 你呀 别想了 我又不去了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连长 可是一个稀才的人 像我这样呢 要是没有一个无人机操控特长 他也不会要我呢 你再想想你 文武全才 你这样的在他眼里就是好苗子 你知道吗 他为了你这样的苗子 可以跟旅长调摆 你现在还要去喂猪 别说喂猪了 你去钻到屎堆里 他能把你从屎堆捞出来 然后喜不喜不带回来 你信不 那不行 无论如何我都得回去 真要回去 成 我帮你了 我能让他带你回去吗 你有什么办法 我帮你的条件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行 你跟总教头交过手 你觉得这个人技术怎么样 这 这跟我要回生产 没有什么关系 你帮我才能帮你 他一看就是受过 专业的训练 技术绝对过瘾 嗯 那你觉得 他会不会对登山准备你感兴趣 登山和潘彦是两码事 我哪知道啊 你别管他一码事两码事 你就回答我的问题 那天他穿的是便装 你让我想想啊 TE sounding 我想都是有名的登山运动品牌 啥ρχ 你不会是想要 不许乱说啊 我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 你听听看 给我一个一个的 把登山运动所有的品牌写下来 一定要写好的啊 你肯定熟 你一定要写那种最贵的 而且是越贵越好 全写上 我劝你别 你不要让我帮你 你给我写下来 我就帮你想办法 怎么样 尝 你带我来医院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呀 看病啊 现在是午休时间 军医又不在看什么病啊 军医不在才看病呢 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啊 而且啊 还是重病 过去 周瑞琪 你吓我一跳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干嘛 看看你 你不舒服 我 梁永军很舒服啊 他没事 梁永军 就是从匪徒手里抢文件的 那个梁永军 真的是你啊 敬礼 我是梁永军 但是没你说得那么深 我是刚巧干上的 你这儿 吃醋了 我那个 吃醋了啊 没事来你这儿 送个星巴克 送个哈根塔斯的 没见到你对我那么热情 你跟人家梁永军能比吗 你去抢一个文件 给我看看呗 我那是没赶机会 赶上 你要是赶上来 还不得哭得跟孙子似的 找你们家余正伟啊 打个针你都能够 不带紧紧的 说 找我什么事 忙着呢 小包都要预选哪 你看这么大热天的 我这出这么多汗 要再出虚脱了 你帮我弄两瓶生理盐水呗 医生不在 下午再来 就是医生不在 才来找你的嘛 淡盐水就行 非要喝什么生理盐水 就你精卫对吧 公姐 帮帮帮帮帮 行行行 等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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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给我把个缝 把个缝 干什么呀你 你干嘛呢 你这是伪造病例 不是啥说的 你都挨骂了 挨骂也是你挨骂 这病例是给你开的 我看你什么好 快快快 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 干什么呢 没事 给 谢谢啊 我 你脸色真的不太好看 你哪儿不舒服啊 我 没事 我 我挺浪漫 人家挺好的 你别看见帅哥拿不动腿行不行 走走走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兹你们 你徐浪漫 是 defender 偷端 那你串 来 这哨兵总六号 实话告诉你 说 实话告诉你 两次敬严 我看你是经常骗连长吧 行了行了啊 你别避重就行 现在问题是你得了什么病 要不高山病了 咱们这高原兵那么多 得这种病不容易让别人发现 不行 指导员知道我以前是登山运动员 而且前两天训练 我又表现得很优秀 没人回信 要不你得癌症吧 不是 我说你帮我的还是害我呢 癌症这么大的病 那连长和指导员 不得带我去军区总医院啊 不全露价了 那 只能剩一种病了 神病 神经病 我把你给打成神经病 我现在是叫你脑子帮你 要不你想个主意啊 我给您带点水果 我给您带点水果 够细心的 条件规定 士兵应该照顾好军官生活 这个不算是松礼吧 四文斌 我希望你能够把心思放在训练上 这次我收下了 下不为例 四 要不然得抑郁症吧 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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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旅的医院没有精神科 没法治这种病啊 要我看啊 你真快得抑郁症了 你瞅瞅你啊 满身本领 千方百计地去养猪 你要照这么下去 你早晚要送到精神病院吃药片的 说实话 要是没有人横刀干涉我的人生的话 我还真的想做一个像我爸那样的好兵 对了 我之前当运动员的时候 腰扭伤过 你说 腰椎键盘突出这病怎么样 可以啊 不过连长使着咱们的字啊 咱们必须到市区老板的开病例去 走 快 丛教员 这是剩下的报名果 基本上所有的新病都报名了 知道了 丛教员 斯文斌这孩子 虽然个人目的重了点 但平时训练挺刻苦的 而且是 舍官长 我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每一名士兵 谢谢 是 对了 从明天开始 你去东山地区 考察一下小包队的预选路线 什么标准啊 以你的极限为标准 丛教员 这回报名的可都是新兵 而且很多来自步兵营 他们都没经过侦察训练 不要紧 小包队未来要进行的是全新方式的训练 我看重的是预选队员的天分跟潜质 考核不太委屈 我明白了 是 你需要几天时间 最快也得七天吧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 三天不够吧 我得徒步勘察 我看你的信息化培训是白上 去作战士 申请东山地区的航拍图 在图上预选路线 然后实地考察 是 对了 把梁文军都给我找出来 对了 这里没有梁文军的档案 那个 他说什么腰椎病犯了 正闹着回生产莲喂猪呢 他人呢 还在连部呢 来 你让伤又犯了 是 前几天训练的时候扭倒了 这两天疼得厉害 军医说 我不适合做高强度的训练 勉强留下来也是拖后退 林长 指导员 我请求批准 回到生产莲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总教练好 大小军 回生产莲 劳动不利于修养 你呢 在侦察莲先修养一个决断 到时候看定情再做决定 那要是不见好转呢 那就遵遗嘱 继续在侦察莲修养 是 还有啊 最后一个啊 T H E N O R T H F A C E 翻译过来就是北面 什么呀 哦 北面 O R 你再说一遍 哎呀 余振伟 你该好好学习英语了 好好好 我告诉你一个中文名 勒斯费斯 记住了吗 勒斯费斯 行 接下来了 接下来了 一定要发航空快递啊 不然的话时间来不及 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啊 我亲爱的妈 你千万别搞错了 这关系到你儿子的下半生 好 妈妈知道 还有啊 你千万别让我那个 吝啬老爸知道 这什么孩子啊 你怎么能说你爸呀 那好 妈 我不跟你说了啊 改天聊 琪琪 琪琪 勒斯费斯 老梁 总教员觉得病例有问题啊 病例没问题 梁永军的腰确实受过伤 病例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思想上有问题 总教员 是不是那天他在作战大罗 公开拒绝了你 算是吧 但是我想知道原因 他表现得很勇敢 作战过程当中 激战上能力也不错 但是他为什么不想参加 特战小分队 再提高一下自己呢 他跟我提过 他来这儿呢是为了实战 不是为了日常训练 我也观察过他 胆大 心细 冷静 机智 是个好侦察病的才能 那要是这样 我想初步接触一下他 你们两位有意见吗 我没意见 总教员 梁永军这个人做事目的性比较强 个性也强 还请总教员多注意方式方法 您指导员似乎很了解梁永军啊 指导员和梁永军是大学同学 怎么样 总教员对这个答案还满意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 林指导员别往心里去 怎么样 不怎么样 被李铁看出来了 他 都看出是假病例了 那倒没有 不过他好像看出来 我想去生产连的真实目的了 连长让我在侦察连养病 这就算成功了 你只要坚持一下 早晚能回生产连 成功呢 庄病这玩意儿我没经验 要是被李铁盯上了 早晚得露价 我MG 庄病还要经验 你尊重医嘱不就得了吗 还尊医嘱呢 庄病这招压根就不适合我 那就适合你 得了吧 你是他们眼中的人才 参认留在侦察连的 换了我 早上得了药椎键盘突出 上后就回生产连了 行了行了 没工夫给你在这斗拼了 刚才屋里那帮人千方百计 就是不想让我回生产连 我觉得 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斗鬼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下点办法去 脑子脑袋 你也是 温ści 要跟着 今天这是总教员给大家加的餐啊 眼熟吗 吃 吃 老大 舍得送礼还不舍得自己吃了 吃饭了 我什么我 侦察连怎么招了你这么个病 告诉你 以后再搞这些就给我滚了 你不是都看着我干什么 吃啊 老师 你干嘛去 说小嫂啊 各连的新兵尖子全报名了 您这摩枪 我快也挂 老师 等等我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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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梁文俊 这儿姐 嗯 你不练下去啊 我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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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梁文俊 高 你那个妖战事没问题吧 报告 没问题 那去 替正上楼去 是 来 司方长 哪儿 这 这啥玩意儿 这么大了还看小小叔啊 这不是吵着说 要不要我去服务社 给你买个奶嘴刀上 你就这么出脚操啊 市管长 我身体素质差 现在练 你来不及 扯淡 什么身体素质差不差的 临阵磨墙不快也光 你知道吗 你代表的可不是个人容易 代表的是咱们侦察连 你当时参加小胞子队的考核 能在兄弟连队面前丢脸吗 给我练去 是 报告 市管长 我练什么 你不身体素质差吗 郝东 把工练 董大人好 刘洋俊 到 你为什么要回生产连 报告总员 你看过我的病历 因为身体原因 之前你有对萧队长说过 你要回生产连 为什么 我可以不说吗 我可以不说吗 因为我喜欢养猪 行吗 我带过不少病 见过怕苦的 怕累的 怕死的 偏偏没见过像你这样的 本来各方面能力还都可以 可非要回生产连养猪的病 你对我来讲是个挑战 我喜欢挑战 董小言 恐怕这次挑战 你又得失败了 又失败了 你不会这么健忘吧 你是说悬崖那一次 两句 我本来觉得你军事能力还可以 没想到你脑子这么简单 你知道我上次 为什么把那个文件给你吗 因为那是又赢你们的一部分 总教员 如果当时我手里有枪 在悬崖那儿你就会震放 如果那天晚上我敢抗命的话 我敢保证 你们绝对不会进入到 我们的作战室 可惜都不是 没有入到 我告诉你 如果这是实战闹 这场战我可能打得更简单一点 首先 我会引导你们防区以外的 精确指导导弹 摧毁你们的作战室 其次 引导你们防区以外的 精确指导导弹 摧毁你们的通讯防空系统 第三步 引导轰炸机 对你们防区进行地毯式火力覆盖 第四步 武装直升机 运输直升机凌空 清扫地面 残余有声力 最后我率领我的小分队 乘坐直升机离开 整个过程只需要七分钟 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你存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大 你说的这种情况 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 那是因为有我这样的军人 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你这样的军人 如果战争来历 我也会上战场 如果有需要 我也愿意卫国军去 你怎么上战场 拿着你的盖手刀 其他你盖手车上战场吗 报告总教员 我身体不适 不适合参加小部队的选拔 你认为我在击你 梁文军 一个士兵他有能力拿起枪 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也非要拿起他的干涉手 这是一种逃兵行为 听见了 别不说 总教员 你怎么能用那种态度 跟战士谈话 什么 怎么了 这事 萧队长 你直接问 左教员 梁耀军没有报名参加小包队 我就摸了摸底 干什么呀 梁耀军很成熟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诚服 不会把自己的秘密 轻易告诉给别人 这种幸福的兵不好带 对于我来讲也是个挑战 但梁勇军人有极强的自尊心 和军人的荣誉感 我觉得这是把梁勇军 引上证物的一个突破口 那 总教员 你有几成把握 无成吧 对于像梁勇军这种倔牛 有无成把握已经不错了 总教员 我可以协助你训练梁勇军 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请下命令 不生气了 对不起 总教员 别着急 我再深入了解一下他 为他量身正道计划 要得做 马上就要进行特战队的选拔了 要想在选拔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机关へ 任长好 是 来 睡 开那 开那 是 嗯 她们的动作很规范 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登山运动员 跟你比呢 我想提实话 跟我比 肯定是差了点 好 李正好 盘灯呢 是咱们山地侦察兵 必须掌握的基础 吕吕呢 打算请他们来培训我们 我跟指导员呢 会见你